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坏的甜蜜情歌 那就是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 我是赵曼娟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 在梦里 梦里 梦里见过你 甜蜜蜜 我一时想不起 啊 在梦里 虽然说已经来到了二月中旬啊 但是我们发现呢 好像这个疫情的状况 依然是一种 扑朔迷离 常常会发生 令人意想不到的 新的数字 跟新的病情出现 所以当然 对大家的心情呢 多多傻傻 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而且每一天呢 走在路上都会看到 有人大排长龙 在买口罩 我觉得虽然呢 我已经在脸书上贴出了 我OK你先领 这样子的一个标示啊 并且也确实是这么做 可是看到这么多人 在这里排队买口罩 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蛮 蛮难过的 尤其是像这两天 天气比较好嘛 很热 有时候在正中午的时候 就有一些老人家 就在那边排 或者有时候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排 那在太阳底下 躲太阳的那个景象 让人看得挺不忍的 那如果天气不好 下雨的时候呢 撑着伞 站在雨中等 也不是一个好受的滋味吧 所以我心中一直暗自期待 想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说出 我OK你先领 也许到二月底 真的就不用再继续 这样排队买口罩了 可是这两天听到的新闻 好像说 我们这种就是政府征收 然后要继续排队买口罩的情况 恐怕到四月 都还会看得到 哇 那当然就觉得 嗯 心情上面是有一点沉重 因为显然情况不像我们原先 所想象的那么乐观 但是我也觉得还蛮有意思 就是在这段时间看新闻啊 嗯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让你觉得 哭笑不得的状况 比方说 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 没有很认真的在听 但是就在看字幕 然后我就看到新闻报导说 现在有一些餐饮业的业者 因为生意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呢 就只好呢 让他们的员工 可以轮流放那个无薪假 这时候就没有人想要放假啦 大家都想要工作嘛 因为你工作你才有薪水啊 不工作的话 就没有薪水了 可是呢 那个老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 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字幕是这样打的 我说 这也是无可奈何 希望大家呢 上班呢 就可以工体时间 这样 他写的是提工的工 身体的体 时间 就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的时间 然后我就有点傻眼 我就傻了三秒钟 想说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上班的方式 叫做工体时间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上班 叫做工体时间呢 接着又想说 啊不对不对 这可能是一种网络的新用语 只是我还没有跟上 Oh my god 我每天穷追不舍 竟然又落下来了 我竟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工体时间 我真的认真的想哦 想了一阵子以后才突然恍然大悟 这根本就是打错字 其实应该打的是 共体时间 对吧 共同的共 体量的体 时间的时跟艰难的艰 艰苦的艰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说的话嘛 好 于是我就立刻又想到了几年前我们曾经看过 把风中禅竹四个字打成了风中禅竹 这个我觉得风中禅竹 跟我看到这个新的工体时间 他们有一种很巧妙的可以结尾连理的感觉 希望两个结尾连理就可以了 不需要更多 可是我把它贴在脸书上之后呢 网友们很开心 大家就开始提供其他 比方说 答赖喇叭之类的 这也是之前在新闻报道的时候写错的字 好 所以在我们每一天很习惯的使用的文字 其实我们也正在退化之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避免的事 包括我自己在内啊 以前呢小时候听到父母亲说 哎呀好久不写字了 会提笔忘字 我就想说怎么会提笔忘字呢 后来要经过了这些年来呢 我已经被电脑给巡化了 就是不断不断的使用电脑 用电脑阅读 用电脑写稿子 用电脑跟别人联络 久而久之呢 就很少有提起笔来写字的时候 真的很明显 因为我在小学堂上课嘛 还有现在大学里面上课 有时候就写版书 其实我还蛮喜欢写版书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写版书 我觉得写版书 会让自己的理路更清楚 也会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效率嘛 然后有时候写版书 就突然之间 这个字是这样写吗 而且你久久不写 有时候会傻眼说 这个字左边是这样吗 右边是这样吗 它是这样的组合 确定没有错吗 开始怀疑起来 到最后就是一种怀疑人生说 我所认识的字 到底对还是错呢 对 那就是我们常常不写字 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所以我就在想啊 因为也有很多的脑科学家研究说 尤其是我们的中文 因为中文每一个字 它的造字 有结构有故事 有它的意理在里面嘛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练习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脑部的逻辑 还有对我们的思考力 是很有帮助的 那现在有些父母亲会觉得 反正以后小孩子都是要用电脑的 所以何必逼他写字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一直是持着相反的看法 我觉得是的 我们以后可能很多的工作 都是由电脑来为我们执行 但是我总是相信啊 在孩子的脑力还在发展的过程之中 如果让他多多练习他的小肌肉 手部的小肌肉 然后让他把他的手部小肌肉的 这个神经跟他的脑的神经 可以联系在一起 藉由写一个字去认一个字 那么我相信他的认字能力 绝对会增加很多很多的 现在呢因为在课堂上面呢 在学校里面呢安排了很多的课程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 孩子们没有什么时间去练习 他们所认识的生难字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造成很多家长 非常头痛说 我的孩子的错别字 为什么这么多 原因很简单 不是因为他比较笨 也不是因为他不用心 而是因为他缺乏练习啊 因为我们把孩子的时间都压缩的非常的紧 把他的课程啊把他的很多行程都排得满满的 所以孩子每天呢要应付这些事情 常常都要花上可能超过 maybe16个小时以上 他的真正能够休息的时间变得很少 那所以他当然就觉得 哎呀这些这么难的中文字 可以少写一点是最好的 如果说学校的老师 或者是家长 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 孩子这样而然的就不愿意 也不想 也没有动力去练习写中文字嘛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他们在认字的能力上面 还有在书写的能力上面 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我甚至在接触一些外国学生的时候 我会很感慨的发现啊 这些外国学生 他们对于中文的理解 表达以及书写的能力 有时候甚至准确到超过 我们自己本地的学生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到底还是一个同样的原因嘛 那就是练习的时间不够实然 又或者是大家也觉得写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写错了没有什么关系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问题 因为如果都觉得没有关系的话 那我们何必要那么认真的去写对的字呢 反正大家都觉得没有关系嘛 好今天是情人节 我干嘛这么教师本色 讲了这么多无趣的话 好我们还是要来讲讲 关于爱情这件事情吧 爱情呢是很多人 应该说是有人类以来 大家都非常憧憬的一种情感 但是呢人类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把爱情变成亲情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把爱情变成亲情 这是我始终觉得无法理解的一件事 亲情呢是我们生下来 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拥有的 我们会跟兄弟姐妹之间 甚至跟你的好朋友之间 会有一种亲情的关系 但是爱情之所以特别 就在于它的绝无仅有 跟独一无二嘛 那么当我们跟一个人相处久了以后 你要常常检视你的内心 你现在把它当成情人 还是当成家人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们的爱情升华了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了家人的关系 我听到这种话 我就出冷汗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家人已经很多了 但是你的心中还是渴望浪漫的爱情 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只好出轨了 劈腿了去寻找 真正能够让你感到激动的热情的爱情 不是这样吗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把你爱的人变成你的家人 你就让他永远当你的情人 一起过情人节 或者把每一天都当成是情人节 也是挺不错的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点播的这首歌曲 是我个人最爱的一首 由男性所演唱出来的情歌 我觉得它也可以标示出 爱情到底是多么的难以预测 好 这首歌是李宗顺所演唱的 《贵迷心窃》 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个人不费明了 是为你的心窍也好 是前世的因缘也好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 是命运的爱派也好 是你曾经的作用也好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随人老 虽然亲爱总是让人烦恼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 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这一切已不再寄 曾经只得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沾了千丝的锦丝却断不了 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春风在那夜 比不上你的笑 连见过你的人都会明了 对的说到底呢 爱就是一种鬼迷心窍 只不过呢 当这个鬼上了你的心的时候 你的内心不是恐惧 不是害怕 而是更多的狂喜与狂悲 今天呢在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邀请到的是 Cheers杂志的资深记者赖若涵 那若涵今天来到我们的幸福号列车 主要是要来跟我们聊聊我们这一期杂志 那这一期的杂志呢提到的是 2020的全球潮商机 哈喽若涵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在防疫期间我们就是互助平安 是 好像比情愿节快乐更重要有没有 对 好的 我看到这个2020全球潮商机的时候 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些可能跟我有关系的 或者我的生活经验啊 或者我的憧憬啊等等的啊 所以就特别邀请你来跟我们一块聊聊这个话题啊 那在我们聊这个话题以前呢 我们可能要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整体 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 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啊 来推算出以下的这个所谓十大夯产业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红 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这一两年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全球嘛 对 经济啊 然后各种的天灾人祸 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小国成了一个有出头的机会 例如纽约时报 他在去年年底就有讲 点名台湾说 小才是未来 所以当我们是一个小国的时候 反而有机会成为来世界的要角 在经济上面 在各种动能上面 他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这也是为什么 就我们在做一些消费者分析的时候 就有发现说 其实这五年来 就是台湾的消费者 想要消费这件事情 其实是来到一个新的高点 其实很像 郑大的别年地教授就有特别讲说 这很像是一个闷酒的修火山 在台湾其实处于一个 压抑酒的要反弹的能量的状态 是 对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开始发现说 有一些的商机 它是持续的或是新出来的 都在产生中 然后在这里呢 你们有举出了几个不同的 应该说是观察点 对不对 对 第一个是说要讲求个性化 是 其实个性化这件事 你可以把它想的是客制化 但是它其实是客制化的更进阶版 那例如啦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讲到AI的角色进来 让你在购物的当中成为一个 3D模特帮你穿衣服 而且是量身打造 我觉得这个很赞 马上拍起来 是 顺便不只穿衣服 还帮你点一点 你就可以戴墨镜戴帽子 不同的发型 那就是按照你的身形 那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客制化的更进阶版嘛 对 那又例如说我们再讲到科技的可能性 例如AI这件事也讲了很多年 那其中有一个叫边缘运算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呢 它就是让速度更快 你就想象 其实你可能在进入商店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遇到店员 可是你一进入那一刻 它可以辨识出你是谁 用你绑定的账号 每一个你放到购物车里面的商品 自动扣款吗 自动的帮你扣款 但是你走出去前 如果你放回去 它会自动又消退 但很棒的事情是 它没有比较没有隐私的问题 因为它的这种技术是 很快的 它能够存在一个所谓网路的边缘 但是它不会回到中心的去运算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你的资料被留做不好的使用 这就是科技的一个进步带来的消费 但是我刚刚在听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在想 这样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我来讲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完全没有在付钱的感觉 你就会一直买 你就会觉得 这都是赠送的吗 是 那理财不好 真的 因为我们有什么理财的观念 所以听到这个突然有点害怕 好 再来第三个是 这个我觉得跟我绝对有关系了 全球独居人口增加 会带动一人经济发展 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多人 他晚婚 那或晚生嘛 那其实台湾现在的一个状况 是每三户人口 三户当中 就一户是单身人口 对啊 这个比例很高耶 对 那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艺人经济 它已经持续的在成长中 到今年预估其实至少有五千亿的商机 那包含消费型的这种家电啊 餐饮啊 甚至是一个人独居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排解寂寞 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 就因而生 OK 第四点 第四点我也很有兴趣 哇 对这个叫什么 秘境旅游 是 在 其实 其实booking.com是一个很有名的 这样子的一个全球的旅游电商 那他做了一个年度调查 预测2020年的旅游趋势 就发现说第一名大家的旅客喜欢的事情 叫做第二城市旅游 所谓第二城市 其实他叫就是秘境 就是不是那种最大最为人所知的 那这样的秘境旅游 其实是 有人想要从中去得到一个 更独特性的这样子的体验 哦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外地人来台湾 他可能觉得他要去台北 是 他可能觉得他要去高雄 是 但是如果秘境旅游的意思 就可能变成是去苗栗 有可能 之类对不对 有可能 类似这种 有可能比如说他想要去 猫空喝茶 哦 好 这是茶 但是我们给他的东西 也就不是单纯的去猫空坐缆车 去喝茶 我可能带他去一个茶庄 找一个老师傅 然后跟他讲解 这样子一个 比如说平邻不远处 然后再讲平邻的整个人文历史 茶跟这个地方的关联 那你又能够品茶 又能够感受到那个土地的温度 这就是所谓的秘境旅游的一个延伸 终于真正了解了 所以有可能他还可以试着去 烘焙茶叶之类的 没错 没错 自己做一个茶的礼盒 然后自己带回家 对 送人这样子 对 很好玩 来第五点是什么 第五点是近年也非常流行的ASMR 代表的就是你知道就是让耳朵怀孕这件事的商机 很多的企业广告甚至是YouTuber 他们就会透过各种声音 也许是拍打棉被 也许是咬冰棒 这个声音 然后用专业的麦克风 当他放在了音频上面的时候 让听读者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他会觉得被疗愈 你知道以前像我们以前 如果是在做录音的工作的话 像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 我们根本就是要避免它 不能出现 比方说像这种 有没有 我们录音就出现这种声音 马上被喊NG重来 就现在显然不是 行BT啊 转笔啊 我说晚上十点半搜寻这个关键字 加睡觉的比例最高 因为大家都要这种声音来帮你睡觉 Oh my god 了解 说有憨声这种 说不定也有 也许哦 温柔的憨声 温柔的憨声对不对 只要不要有蚊子的声音就好了 OK好 所以这个是行销更细致化 他会发展出一些你觉得 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但是他现在可能已经 可以让我们看到商机 而在2020年的时候 商机就更大 对不对 是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十大 迫不及待 进入这十大产业 第一个叫做超个性化 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体验 创造亿元 是那个千万亿 对 那个亿 亿元的商机 是 其实KPMG的这样子一个 去年的零售业的趋势报告 就有讲到说 其实未来啊 大家在消费中 是从群体转向个人 就是与其你卖很多一样的东西 不如提供个性化的品牌消费 是 那他其实跟客制化 特资化有一些差异 就是说 其实个性化 他会用大数据 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然后客制化 常常是我们自己去订 我要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这种的叫客制化 所以其实消费者 他想要在 个性化这件事当中 就是说 不一定要付大钱 可是我想要感觉到 这是可能我很深入 我的需要的商品 对那 所以比如说 你讲买衣服好了 我们就有去访 商业发展研究院的 这个范慧怡主任 他就有谈到说 这个趋势 特别展现在 穿衣服 那穿衣服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 机器人 然后他模拟 你的三维 你的样子 对 然后就让你可以去穿 好 适合你的 OK 踏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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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动 睁开眼睛 就记得当下的强烈 有时灵魂一闪而过 扭得你也吃苹果 我的念头不再啰嗦 现实间能入座 请你不要倒出狗狗 想着需要狗狗 不小心就没狗狗 用力倒出狗狗 挖掉所有狗狗 千百赴到绝望 你走大船 你再是第一个 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这首歌 是林俊杰所演唱的 不炒不用花钱 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heers杂志的资深记者 赖若涵 那么他们这一期杂志的 封面故事呢 是2020全球潮商机 到底有哪一些的产业 在2020年的时候 可能是又夯又红又重要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个 现在我们来谈的是第二个 叫做艺人经济 其实艺人经济 并不是2020年 开始 他其实在之前 已经至少有十几年 可能将近20年的时间 慢慢酝酿 而酝酿到了现在呢 我们发现单身的人口 已经多到可能很多 非单身人口 所无法想象的状况 那这个艺人经济 它带来什么样子的 新的商机呢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数字 就是说可能一年可能5000亿 那这个所谓的5000亿 它展现在什么呢 例如雅虎他们在去年的整个的单人的这种小家店当中 它的销量就成长了比前年多了50% 那又例如 在生活市集 它的前十大热销品中 有四种 就十分之四就是讲个人的商品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非常瞄准 一人背后的这种市场 对 对 然后把所有我们既有的家电 或是饮食的这种零食也好 然后都把它分解成个人可用的这样子的品项 那就是一个零售业面临一人经济的一个措施 对 没错 而且我觉得现在单身的人喔 他们其实也比较有环保的概念 所以也会觉得太多的东西如果吃不完用不完的话 丢掉很可惜 所以虽然也许我买比较小包装的东西 其实整个算起来没有那么划算 但是为了环保的缘故 我还是愿意这样子去购买 对 而且要省电啊 对 个人型的家电 对 那例如比如说我们来谈到说那种所谓超商 你就会感觉到说在架上有很多的 所谓的那种生鲜食品 或是微波的食品也好 它都变成艺人 那例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鸡胸肉 因为大家现在讲求饮食 然后要能够健康 那像这种即食的鸡肉啊 就是曾经在生活市集这种销量是超过前年的九倍 哇九倍耶 你就知道说哇 这种卖一块的鸡胸肉 原来这么有相机 那这么多人想要一块的鸡胸肉 这么多人想要一块鸡肉 回家我一个人吃 对 你给我太多我没办法处理 对 没错 再来我们来谈这个我自己很有兴趣的 就是一人入住共享无国界住宅 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只是说是一个国际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住在一起 我觉得以后甚至于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选择住在一起 是 这是怎么样进行的一个居住的方案 其实一个人生活有时候总是有点孤单跟寂寞 那台北市大家知道房价又贵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这个日本而来的这个boardless house 它就是在讲你可以跟别人一起share house 那但是呢我找的是外国人跟你一起住 那我不只要让你排解寂寞更多的交流 我还想要让你互相认识异地的文化 对 那所以他们六年前就进攻台湾 但其实这个社会企业它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在韩国日本都有据点 对 那他们的方法就是说 我欢迎你一个人来申请 我们也许在知山站 也许在大安站 有这样子的一层楼的公寓 那我欢迎你来申请个人入住 那我就会帮你配室友 那其实他的一个房间 他的所要负担的租金 他其实是可以住 他可以住一层楼的公共空间 加上你的一个自己个人的房间 那其他的月租费也不一定非常的高 大概一万多元 那他就可以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而且很有趣 他有一个条件是 你不能跟朋友一起入住 如果你有伴侣 你有先生太太 我都不欢迎你 因为基本上我只要就是 你是一个人 然后要来认识其他的个人 我不要你有机会又先入群体 了解 这是第一次听到 竟然有非单身的人被排挤 以前都是单身的人被排挤 没错没错 好 那他们住在一起之后的 一起生活下来 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或者是说 大家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活状况 当然都会有好有坏嘛 那在好处的当中就是说 他的确可以有很多的 一起买东西煮食物啊 一起登山烤肉啊 这样子的跨国文化交流当中 那很多时候延伸的这些 特别年轻族群 他去没有出国 他可以认识外国人 或是他出国了 他可以更自在去融入当地 那而且这个Bolus House的好处是 你在台湾住的话 你在国外日韩的 他们的Bolus House的物件 你也可以入住 免费入住 所以其实好像就是 你在台湾有家 你在日本韩国也有了家 那当然也会有缺点 例如你可能要面临 来来去去的分离 所以我们也采访到 真的就有人住在里面 但是他也后来发现 他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室友 有些外国人也待不久 他会觉得难过 那就要去习惯这件事情 或者是他就搬开 搬离开 OK OK 好 是情感上的问题啦 对 没错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三个叫做 专攻都会小资女 健身房评校翻三倍 好 其实我们在讲的 这个东西是在讲的 就是运动的这个风潮 是的 对那其实运动这件事情呢 今年是奥运年啦 本来大家都很看好 奥运所带来的运动商机 那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一点觉得 不知道会不会成 但是的确 台湾人在风运动这件事 有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特别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型的健身房也许比较衰退了 蛮多的大型健身房它都倒闭 可是非常多地区型的 然后特别可能单向 它可能专门做瑜伽也好 甚至是肚皮舞 它就可以在地区成为一个 可以长久做下来的一个健身房 那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其实经济部就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 其实预计啦 就是因为台湾现在 本来13年只有140家的健身场馆 然后到18年时候 已经到了482家 然后目前还在上升中 所以他们觉得其实有非常大的商机 是可以持续的 让这个健身市场越来越丰富跟多元 OK 好 再来这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啦 叫做疗愈商机香氛蜡烛 绒毛娃娃 还有一些很可爱的 我们可以从那个扭蛋里面挑选出来 各式各样可爱的一些小玩偶 对不对 这主要都是先从日本开始的吧 是 其实日本的这种疗愈商机啊 相对起来是蛮成熟的 那台湾这几年渐渐的 你才看到很多的这种 算是品牌 或者说很多的系列的作品出来 那这个东西主要也都是来自于 人心的这样子一个需要被抚慰 在这种高压快节奏的一个 生活的步调当中 我们需要各种疗愈小物来 抚慰我们的心这样 对 那其实 我们也知道说 为什么台湾或是世界各地人 我们都需要这种小确幸 其实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其实你拿着一些很可爱的小动物啊 的这样子的玩偶啊 你会感觉到好像输牙 好像感觉到有一些跟身旁人共同的话题 对 那所以说 这种疗愈商机其实已经是一个长虹 然后看到香氛蜡烛啊 龙马娃娃的这个订单量也是逐年的上升 对 像我跟朋友说走在路上 朋友就突然停下来 无预警的停下来 然后整个人就被那个 那个扭蛋机吸过去 然后就开始看 这一款我还差这个 我再来扭一个 可是其实它已经扭了很多了 那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非常喜欢 那个QB娃娃 就是那个全身光嘟嘟的那个QB娃娃 它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也确实是让我在很疲惫的时候啊 或者觉得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 看着它一排一排的站在那里 就觉得哇 人生真的很丰盛啊 所以我相信这个所谓的疗愈圣物啊 它的那个继续流行的时间 应该绝对会很天长地久的啊 绝对超过2020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一些 不一定会讲到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 比方说AI边缘运算 这个就是刚才讲到 那个刷脸的那一种方式嘛 无人商店 让你更快结账 OK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下一个阶段跟大家谈到的是 所谓的好声音当道 刚才若涵有说 让你的耳朵怀孕的好声音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声音呢 不一定是要什么如同黄音出谷 不一定是这种声音哦 它可能也会颠覆很多我们的想法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是郭鼎所演唱的 有什么奇怪 拜拜 到这里的人喜欢热道 好像只喜欢清楚不爱睡觉 多困扰 只会都会对你尖叫 下一条 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 是无聊 前一秒的还在揪 转眼就变成令人亲吻 白酒 我还在想太感人 突然有高声音浮现 有什么奇怪 人有时到不到 也很计较得到 回避看得到 尽快不用高 我说不用承讨 你可信仇很好 何必要记得 没什么奇怪 需要我的需要 他和你的讨好 从来半步的 这什么奇怪 这个又不想到 早前又怕忘掉 什么才算好 有什么奇怪 到处都是寂寞浓潮 好像没有好笑就不被需要 看到笑 干嘛每次都有宇宙 没聊到 只好往今天里找一找 不得了 有宇宙 有宙宇宙 没有宇宙 没有宇宙 只好一样没用白 洋人关照 可及时会返回前 至少留下这也疼着 有时候的奇怪 人有时到不到 也很倾向得到 未必看得到 结果不用高 晚上不用承讨 你开心就很好 好必要记得 没什么多奇怪 需要我的虚招 早和你的早好 从来奔不及 人生的奇怪 别的又不想要 放强就怕忘掉 什么才算好 有什么奇怪 你所搭乘的是 第一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hiris杂志的 资深记者赖若涵 那么若涵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2020全球有哪一些 你可能没有想象过的 潮商机 现在来到一个 对我来讲 是完全陌生的 因为说到底 我到底还是个阿桑 所以很陌生的一个 叫做ASMR 您听过吗 这叫做高感听觉体验 我觉得我下一步 可以从ASMR来出导一下 好声音当道 这是什么 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 你知道ASMR它讲的 其实是一种无感 就是各种感官的东西 然后去刺激你的大脑 产生一些鸡皮疙瘩的反应 然后那个背后 会有一个愉悦感产生 愉悦 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科学还没有很证实说 到底会让你 比如说脑神经 会有什么样的多大的突破 但是还有感受到 你在听一些 比如说吃东西的声音啊 比如说在听一些 拍枕头的声音啊 你会感觉到一个愉悦感 是跟你在进行一个良好社交行为当中的 那是一样的 天哪 那这个商机又何来 其实日本人受过研究是说 每一个人大概每天耳朵有五小时的空档 他是可以放这个东西进去的 那耳朵的空档 其实ASMR就是一个利器 我录了非常多的 我刚刚讲的这种的声音 然后让你的耳朵有机会感受到那个愉悦的时候 商机就出来 例如像Pokey的那个冰棒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呢 他就是让艺人然后去咬那个巧克力冰淇淋 那那个咬巧克力冰淇淋的声音呢 他就路上去网路以后 其实就有翻了三倍的这个销售量 就是因为大家听了以后就觉得 哇吃这个感觉真是很棒 然后就都想去吃 然后就卖得很好这样吗 对啊是是是真的 他们会靠过那个耳朵的愉悦感 然后产生对这个产品的好感 那我甚至我常会觉得说 也许是人们其实很多时候被很多杂音围绕 他可以单纯的听见这么一个 没有什么意义的声音 被放大在他的脑海里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 突然有意义了这样 对 我以前是会被眼睛催眠 很多人都会啊 比方说看爱的破镬 他们里面不断的在吃炸鸡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 干嘛这样子啊 害我也想吃炸鸡 可是现在是半夜十二点耶 可是那时候就是眼睛嘛 或者我在看月薪娇妻的时候 我以前好深刻 女主角 也想要让男主角发烧降温 所以就去买了冰淇淋给她吃 好像是森涌的冰淇淋 是 我那时候一看我就 冰淇淋 我就忍不住 按下暂停键 立刻冲她去买个冰淇淋 所以现在可以借由声音 那更加不得了了我觉得 大家被催眠的更严重是不是 是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非常多YouTuber很厉害 他们就每天专门制造ASMR的声音 那你知道YouTube现在的数据是说 第四名的那个搜寻关键字就是ASMR 然后大家都是每天就是听这些东西 可能阿滴他录了个ASMR的这个影片 就有33万个人看 真的厉害 娃娃吃东西 就录了一个她吃东西的声音给你看 然后也有10万个人看 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却放大一个读者的那种享受的感觉 所以我们再也不要讲说 你录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 或者有什么价值 它的内容是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启发 不用 都不需要 现在人可能不需要这些 是这是我们以前很难想象到的一种 真的耶 上期的可能 没错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什么呢 其实还有好几样 那个若涵可以挑一下你想要讲什么 我觉得哲学还不错 就是这样我们要发出这种声音 对翻书的声音 对翻书我们现在在翻杂志 对这个杂志同翻字吗 还不错 那其实像哲学这件事 我觉得也可以提一下 哲学 其实我们 例如我们杂志在讲职场 常常会探导到心理学这一块 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的议题 那其实这些年 哲学它也成为一种 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那个方法是帮助你 特别在你的情商的当中 它让你去有逻辑化 去思考一些本质的问题 然后再带你去引导 让哲学变得白化 让哲学变得生活化 以至于你可以去对应到 你的人际关系 家庭 工作 职场 所以其实有蛮多 有一些线上课程开始开发 有一些大学的课程 它把装子变成很哲学课 然后有一些的线下课程 例如人生学校 艾伦迪波顿这个很有名的因果作家 他也开了这种实体学校 专门帮助都会的人 然后可以去探讨很多 社交上的问题啊 然后你在寻求人生方向当中啊 你怎么找方向啊 其实它可以回到一个哲学的思考来做 嗯 很好 好的 所以呢 其实哲学是在思考我们人生的问题 对不对 其实以前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它 以为哲学就是不学无数 然后学到后来那个脑袋都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不是这样 再来我们来谈到这个 我也很感兴趣 但是我也有点怀疑 当疫情来了以后 它可能会有点影响 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所谓的秘境旅游 对 但是我相信在台湾 既然我们把疫情控制还算好的状况下 是有机会大家今年在秘境旅游当中 看到一些更多的不跟风的大咖点 可以这样说深度的旅游的冒险 对 那例如我们刚刚可能前面有谈到说 你如果去吃茶 你不会 所谓的秘境旅游不会只是喝茶 它可能带你去体验一个茶师傅他的故事 然后带你去烘茶 带你去冲泡器具 那又或者是说 你去了高山的森林部落 然后呢有原住民的 这个真的曾经是猎人的 然后他就带你去走他们的秘境古道 然后带你去爬树 带你参加祭典 所以你的旅游就不再只是一个跑点式的行程 而是很有一个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对 最后 我们要来谈到这个就跟我最有关系了 叫做最后一礼 人生的最后一礼 尤其是有一些 也就是我的未来 孤独死 其实我是想说谁是不是孤独死 每个人都是孤独死吧 谁死的时候会死一群 通常都是孤独死对不对 好感伤 好感伤啊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 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有一个叫做什么独居死亡清洁公司 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对你知道 其实日本啊 他们的这个独居状况也是非常的多嘛 所以孤独死的这个数字呢 可能每年大概有四万个人 那这种死亡清洁公司 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那些孤独死的人 做一个他最后的环境清洁 还有他的身体的清洁 然后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花很长时间的 然后最后他还会帮助 把这个人打理好 然后还在他的这个住处上香啊 献花啊 然后让你的最后一礼 是一个被好好照顾的状态 对 对 因为像我之前有时候 偶尔会看到某某名人啊 就是说啊 比方某某名星 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怎么怎么样 他中年的时候 有一些经济的危机啊 又情感被骗啊 后来到晚年的时候 需要靠其他的明星 来接济他过日子 然后就住在什么 一个一个孤独的公寓里面 然后有一天 突然邻居们就闻到了恶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再发觉他已经死了 而且死亡时间 可能已经超过五天或七天 然后所有的人就一片哀伤 说太惨了 没想到他最后竟然会这样 孤独死 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 我心里想说 其实惨的是邻居啊 因为很臭 所以邻居很惨 可对他本人来讲 到底是有什么惨的呢 因为他反正他已经死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嘛 不过如果以后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 独居死亡清洁公司 就更好了 因为这是邻居的福音 邻居就不用忍受 那个奇怪的恶臭很多天 是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 其实还有一些 我们还没有讲到的 这个就要请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在我们二月号的 Cheers杂志 快乐工作人杂志里面 所提到的 2020全球潮商机 虽然现在正在疫情 蔓延的时刻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里面其实应该还可以提供给大家 很多的灵感 就是像我们现在比较 稍微有一点 其实台湾稍微有一点封锁 就不太让别人进来 对 那我们自己也有自觉 我们也比较不会出去 难道就完了吗 其实不会 其实更有机会 可以把台湾 好好的 认真的探索一下 是的 没错 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 是Cheers 快乐工作人杂志 希望呢 你也会喜欢 那么我们呢 要听到这首歌 是任家轩 所演唱的 看我的 休息一下 第二个小时的幸福阿列车 一会儿见 谢谢若涵 谢谢 谢谢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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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个人的展览 欢迎来参观 watch me now watch me now 别紧张 我藏到地上 又再站起来给你看 看完了就结表 念念不 在我身上 你会看不起你 沮丧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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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脸上 你能看穿我的心 看 像开朗 手心让心事全曝光 看我的遗憾 看到圆满 看我的疼的 看到勇敢 温柔的坚强 妇媚的够倔强 我把风浪 都踏成了红底塘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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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欯阔的心 雄 勇大光也闪亮亮 watch me now 别紧张 发光的生命 不用打扮也会灿烂 看完了请忘掉胡思乱想 从我笑容看到你也有的老关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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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看到我爱情问你又何观感 不平淡人生的景色更好看 看我的遗憾看到圆满 看我的疼痛看到勇敢 温柔的坚强 妇媚的够倔强 我把风浪都踏成了红地毯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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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